Hello 如果在使用iPhone 亦都在使用Face ID 的朋友 平時鎖了手機之後要解鎖 如果戴著口罩一定要脫口罩 又或者他認不到你的樣子之後 就要自己打密碼了 但是現在蘋果就想了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你的iPhone 一定要升上iOS 14.5 的 Beta 版 和手錶的Watch OS 也要升上7.4 的 Beta 版 安裝完之後 也要在iPhone 上做一個設定 就是去iPhone 設定 接著就去Face ID 與密碼 然後就一路掃到差不多最底 有一句話 Unlock with Apple Watch 標題 Unlock with Apple Watch 這樣 原本有一道是關掉的 我們要把它打開 Apple Watch 開啟 Apple Watch 原本是關閉的 我們單止打兩下就會開啟了 好了 做了這個設定之後 以後我們現在就把這部機鎖了 另外我的手錶也都戴在手了 已經 只要我現在對著 面對著這部手機 現在我的面是戴著口罩的 如果我平時就這樣按個 Power 鍵 它認不到我的Face ID 就叫我打密碼 但如果它升級了之後 效果就是這樣的 我按個 Power 鍵 即時和我解鎖 手錶也都會有刺柴的聲音 我做一次 我按一下 Power 鍵 留意一下手錶的聲音 有個聲音 設定 標題 單止是順推 iPhone 也都去了主畫面 好了 做多一次 鎖回去 手錶鎖了 手錶也都鎖了 我按一下 Power 鍵 再聽一下手錶的聲音 解鎖了 其實這個手錶 它彈了一句話出來 它說 以用似Apple Watch解鎖 就是這樣 但是跳一跳就會跳走 我可以再試一次 不行 太快 鎖回來 再來一次 以用似Apple Watch解鎖 就是這樣方便